空姐被安排服务王妃 没想到王妃吃下她给的食物之后 竟然一命呜呼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 224号航班 女主小美是一个空姐 周末的时候她被上级要求加班 让她接待爱伯特王妃 原来王妃要独自去之前和王子 度蜜月的普吉岛 她要求服务人员必须是当时的原班人马 据说王妃和王子结婚不到一年 王子便另寻新欢冷落王妃 而这个新欢其实就是小美 二人自从在飞机上认识之后就混在一起 小美听说要服务的是王妃 顿时打了退堂鼓 上级说会安排其他同事和她一起飞行 小美这才勉强答应 但到了出发这天 小美却发现那个同事没来 询问后才知道 同事因为弟弟昨晚逆王请了假 这时王妃也上了飞机 无奈小美只好独自一人为王妃服务 很快飞机起飞 呼叫铃也应声响起 小美来到王妃身前礼貌问好 表示一会儿会为她准备饮品 这时她发现王妃手上的戒指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但索性王妃一直没有看她 并没有发现 小美急忙躲到卫生间 想将戒指取下来 可无论她怎么努力都取不下来 这时呼叫铃又响起 小美只好将钻石的那一面 转到了手心里 急忙出去询问王妃是想喝咖啡还是茶 王妃终于转过头来 看她说自己要喝咖啡 小美便去端来一杯热咖啡 但不小心将勺子弄掉在了地上 去捡的时候 王妃却将咖啡打翻在她的手臂上 一看就知道 王妃这是在故意地刁难她 看来王妃已经知道了她和王子的事情 这趟就是冲着她来的 既然如此 小美也就不再唯唯诺诺 她干脆实时起了抱负 用高跟鞋为王妃准备了一杯特制咖啡 谁知王妃并不上当 说不想喝咖啡 要吃午餐 小美正准备走的时候 王妃突然看到她的戒指 让她把戒指取下来 给自己看一看 奇怪的是 刚才怎么都摘不掉的戒指 这会儿一把就掉 小美将戒指递给王妃 王妃却说到 在自己的国家 一个女人如果和有妇之夫有染 那她就会被抓起来 游街示众 然后被群众活活用石头砸死 四千还要和男人的妻子下跪求饶 说完 她将戒指扔在地上 踩在脚下 直到小美呼唤求情 她才松开 之后 小美为王妃端来定制的皇家高档午餐 王妃再次找茬 说不吃这种食物 但飞机上并没有准备别的套餐 王妃便说 要吃小美的午餐 但小美发现自己的午餐里有虾 而王妃的资料显示 她是对虾过敏的 这时王妃又开始催促 小美无奈 只好将虾夹出来 把剩下的部分端给王妃享用 谁知里面的虾的残留物质 王妃吃了之后 还是引发了过敏 更没想到的是 一天不到 王妃就去世了 爱布特王室要求他们15小时内将王妃送回国内 这意味着小美要独自照顾王妃的尸体 走进飞机 王妃的遗体被包裹着放在位子上 一想到王妃很可能是吃了自己给的食物死的 小美的心里就发慌 很快飞机起飞了 但由于飞机上升产生的气流颠簸 王妃的遗体被震得掉落下来 并不断地滑向了小美 小美赶紧躲到一旁的休息间 等气流稳定之后 她才大着胆子出来 就在她准备查看王妃的时候 尸体突然动了一下 小美被吓得不清 赶紧打电话给机长 但她又不知道该怎么跟机长说现在的情况 只好又挂断了电话 将王妃重新包好 绑在座位上 忙完一切之后 小美累得睡了过去 却梦见王妃的尸体躺在她的怀里 吓得小美清醒过来 这时她发现王妃的尸体不见了 这一下她再也无法淡定了 赶紧打电话给机长说明情况 机长却觉得她是在胡言乱语 这时小美听见卫生间传来呕吐声 顺着声音 小美在门外捡到包裹王妃的白布 打开卫生间的门 里面却并没有人 小美走进卫生间崩溃得无脸痛哭 突然飞机又产生了颠簸 一阵抖动之后 门被关上了 小美发现门背后好像有人 她害怕地疯狂打开厕所门冲了出去 但王妃仍在后面步步紧逼 小美不得已拿出消防斧头砸窗 想要逼迫机长紧急迫降 但被机长及时出来阻止 此时王妃的尸体正好好的放在位子上 机长觉得是小美无理取闹 于是警告她再胡闹就停止 并将她绑在了座椅上 机长一走 王妃的尸体又来到小美面前 小美惊恐又害怕地痛哭 突然尸体传来咳嗽声 白布慢慢地滑落 露出王妃丑陋的尸骸 而小美因为被绑住无法动弹 最后小美被王妃杀死 等飞机降落的时候 人们只发现完好无损的王妃遗体 以及躺在她身边早已死去的小美 她的姿势正是跪地求饶的姿势 所以说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小美无意害死王妃 但王妃确实因她而死 王妃本来就对她怀恨在心 这一下就更不肯放过她了 所以无论是我们有意 或者是无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最后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 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这个故事来自死神的十字路口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